那么命学一切的小宝贝能够从柜门关前拉回来吗 三个月大婴儿家门口突遭致命以外 会回祸首究竟是谁 警方请找照顺者为何会在整个小区域轩然大波 精神班级正在位于别人 上节说到三个月大的女婴凡凡在家门口突遭意外被送到深圳儿童医院抢救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艰苦努力 大夫们终于顺利地完成整台手术 要生命可顽强 因素素肠面 孩子的命算是保护 不过医生也说了 凡凡能不能完全抗争 这还是个畏之处 老人的那个超面 那学问受那个打击之后 很多学问都爆裂了 然后没办法把这个完全的学问清楚 它才三个月嘛 八度算命处 亚诚八度命运 是基于生存八度推散的一门张独处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度命运 二十一年的道长 擅长八度算命运 提加风吹 民族法序 道长微信 二零八八二国八八 可能有机会就是说 有一定的战争功能 虽然有一定的力 但是到时候这个 越大可能就是越大 我们只能说 现在状况是不够的反弱 手术后的反反 被送进了重镇监护室 必须得靠插在身上的各种管子 来维持生命 她对于爸爸妈妈的呼唤 做不出任何反 看着病床上一动不动的宝贝 看着手机里孩子出世之前 胡不可爱的小模样 全家人是心如刀脚 我也是很乖的 明天你喜欢笑的时候 喜欢洗手 妈妈好想你呀宝贝 我想摸摸你 好 抱你 奶奶 妈妈 我来得国家 快睡事 你有空 你只是imana 快睡觉 你现在 姥姥姥 姥姥摸摸手 哎呀 你摸到姥姥的手了 姥姥姥的手呢 先生 姥姥姥的手呢 姥姥 姥姥 姥姥姥手 她好疼 这么小时候 爸爸疼 或者拿着来 什么都被伤了 我妈妈踏着右手右手右手 痛不欲生的外婆把责任都攔到了自己身上, 觉得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外孙女, 让宝宝受了这么大的罪, 可前面已经说了, 这事不能怪外婆不小心的, 真正是罪回活手, 那是砸中烦烦脑袋的那个东西,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从前而降, 险些要了小宝宝的性命呢? 其实就在医疏车法盘跟一家店的时候没多久, 当地的厨房也赶到了18天, 一般仔细勘察之后, 警察发现楼窦口的附近的地面上, 除了饭了苹果和一小片苹果渣, 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他们断了, 砸中砸在脑袋的, 正是这个苹果, 说到这儿, 可能有观众会怀疑了, 樊瀚的颅骨都被砸裂了, 这么一苹果有这么大威力吗? 不当之所以这么成绩, 当然有这个道理, 要知道, 樊瀚家住的那是一栋28层的高层建筑, 苹果如果是从十几二十层的高度被扔下来, 它的杀伤力绝对超出一般人的奖项, 不信呢? 咱们做鞋, 别说苹果, 就是苹果更小, 更脆的鸡蛋, 从高度落下来, 同样足以对人造成致命的伤害, 有专家曾经测量过, 把一个五十克重的鸡蛋从四十五米的高空扔下来, 鸡蛋落地时产生的冲击力, 居然高达一百五十牛顿, 曾把不锈钢盆都砸一大块, 怎么样? 恐怖啊, 凡凡的脆弱的小脑袋, 你说怎么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 对, 苹果可不是冰雹啊, 它不会自己从心而降, 肯定是有人从楼上的某个地方把它扔下来吧, 这个吃鸡蛋的人会是谁? 为了尽快把肇事者丢出来, 警方迅速集中警力, 对所有能把苹果扔到事发店链的小区住户, 一共整栋楼是二十八层, 就从二楼开始住人了, 然后加起来就一共五十四户, 据我们去酒坊, 大部分住户是不在家的, 经过物馆那里, 我们排查到也有很多住户是没有入住的, 所以在近二十个人家警方一家家进行了仔细的走访排查, 可是没有人承认住户, 网楼下人果苹果, 这个结果倒也不奇怪, 凡凡出事的消息当时已经传遍了整个小区, 四个人都知道这个事情的后果, 赔钱不用说了, 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扔苹果的人弄不好还得坐牢啊, 你说那个人怎么会心理承认呢, 再说了, 苹果是从高处扔下来的那么高的地方, 也没个监控事项头, 警察想找找线索的困难, 没有半点证据, 谁会主动承认呢, 三天过去了, 寻找肇事者的行动依然是毫无头绪, 让小区的住户, 那是有气氛有安心, 生产哪天这样的事, 又让他住户, 人几天这个, 好像说是你们这一看, 有一个从空中下来的情况, 拔上一小孩的事, 你们知道吗, 对, 下里不得了, 下里, 我还没错, 下里, 我家一个小孩啊, 三个月啊, 他就我又去就, 我回家没有看见他了, 你以为是自己家, 对对呦, 他也去去了, 去了, 他到那下面就被幽黄团团团去了, 你很担心, 现在就是, 不是那么好担心, 现在我们连大人走到这里, 走到这上面, 当然了, 最着急想要找出告知者的, 还是凡凡的家人, 凡凡的父母啊, 都是从河南来东方打工的工艺术, 给孩子做手术十多万块钱, 不但是家里全部的积蓄, 还有不少是借的外债, 这些地方有借的, 之外, 躺在重镇监护室里的房子, 每天, 那就是几千块钱的医疗费, 全家人无论是经济上, 精神上, 心理上, 那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接下来日子还怎么做啊, 他们不足够的地方, 现在, 他们都没有上班, 然后就我自己上班的, 现在全部的经济基本上都在这里, 我公司那时候就想, 如果我这个小子没有的话, 我说, 我也活不下去, 而一旦找到了教士者, 凡凡的家人, 不但可以得到经济上的补偿, 还能在精神上, 找还一个公道, 首先他要承认教命的民事, 精神的赔偿责任, 甚至如果行为人是追逐的故意的, 甚至可以定他为故意伤害罪, 或者是故意伤害罪。